据法国媒体报道,近日以来,中国空军的运20活动越来越频繁,却已经出现了多架不同编号的运20战机,目前的数量很可能已经超过20架。 最终在2020年前,空军将会拥有40架以上运20,初步拥有投送一个重装式的能力,40架运20在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,高强度运输作战中可以一次性投送一个重装甲营,只需要4-7次运输即可运送一个装甲铝,三天时间就能想数千千米以外,投送一个重装甲铝。 如果距离较近,则可以投送一个重装甲石,而目前运20的年产量,已经达到了10架以上。 在2020年达到40架的产量并不困难,目前来看唯一的问题,就是涡扇10发以及新一代的涡扇20发动机,能够尽快时装。 按照我陆军的配置来看,40架运20,确实可以保证一次运载一个重装甲营,4-5次运载一个重装甲铝,这比美国同级部队还要更强大一些。 我军重装甲营目前都是4连14车制,每个连拥有14辆坦克或者步兵战车,运21次可以运载一辆坦克或者两辆步兵战车。 因此运送一个营的56辆坦克和步兵战车,只需42架运20飞行一次即可。 而一个重装甲铝一般拥有4个装甲营,即只需要运送4次即可运输全部主战装备,而再来2-3次运输,即可运送防空设施、后勤设施,以及能够支持数天作战的弹药、燃油。 如果是像4000千米以外投送部队,每天可以运送两个来回,只需要两天就能运送全部主战装备,三天即可展开作战。 如果不追求速度,以一周围时间,那么完全能够投上一个重装甲石。 这种投送能力实际上已经相当恐怖了,目前全球拥有这种投送能力的只有美额,即使是欧洲也无法做到,只有在租界。 俄罗斯运输机的情况下,欧洲才能保证足够的投送能力,但如果仅仅依靠自身,欧洲国家甚至无法在相对较近的北非,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登陆作战。 而我空军最终对于运20的要求并不是40架,而是400架以上,并且计划装备超过300架以运20为基础改造的特种机。 最终总的生产数量很可能超过1000架,而400架战略运输机带来的,就是三天内就能投送一个重装甲石的能力,也可以在8小时内向5000千米以外,投送一个重装甲铝,并且同时运输让其能够战斗一周的物资。 目前运20产量增长主要是因为,空军已经彻底解决了发动机的问题,不需要从俄罗斯进口的D30,只需要引来自己生产的涡扇18,即可保证运20的正常生产。 虽然,涡扇20还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才能实装,但涡扇18也足以满足现在空军的需求了,运20带给我军的,不仅仅是空军的作战能力,还极大的提升了海军,陆军的投送能力和支援能力。 随着以运20为基础的预警机,加油击分三军中服役,我军的作战能力可以迅速提升到接近美军的水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